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的7点07分32秒 今天我们为您连线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为我们来解说重要的新闻外电 老师早安 喂老师 喂 喂老师早安 可以可以没问题 是 谢谢老师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老师我想来请教你 就是今天我们来首先来讨论G7的高峰会 6月13到14两天 G7高峰会是在意大利举行 我想请老师为我们来介绍 这一次高峰会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同时议题焦点锁定在什么地方 对那么这次我觉得有一个特色 因为这次的东道主是意大利 意大利总理梅罗尼 梅罗尼那么在6月初的时候 这个欧洲议会选举他这个政党选得很好 选得很好 所以他就当然异性风发 他是这个G7的主席 那么在这次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他找到教宗来找来 你说教宗第一次参加这种世俗的这种会议 你说到那来参加到教宗 他基本上想谈到AI AI很重要 因为AI各位会引起到一些道德的问题 主要是新的科技冲撞了 不管是国防 经济 个人 道德的问题 那么他们大家也邀请了蛮多 比如说印度总理莫迪亚也来 泽伦斯基也来 那么西方的一则就是议题上来讲 就表示对这个乌克兰的持续的支持 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把冻结的俄罗斯的财产的获利 就是例如利息那么这个五百亿 然后援助乌克兰 当然也对世界的局势表示一些关系 比如说台海南海等等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 就是这个人来开会的时候 除了我刚刚前面讲说 Meloni这个表情的异性风发之外 其他人都有点心里都有事 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马克宏 马克宏法国总统马克宏来 可是问题是六月底法国就要大选了 马克宏临时宣布说我今天要改选 改选的结果 他们能不能够继续继续执政或者他怎么样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他是人家讲说政治好赌啊 赌的赢赌不赢也不知道啊 英国首相苏纳克他7月4号也要选了 而一般的估计要下台啊 要下台因为工党要上来 保守党这个根本不太目前的民调的显示 不太可能赢的 那是不是苏纳克他最后一次参加 英国是最后一参加 然后法国也要选举 美国也要选举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电视上画面看到拜登垂垂老义啊 你说一下子脸色茫然 讲话动作迟缓 然后这个方向也不对啊 走路的方向也不对 为什么还被伊德拉利总理拉回来啊 那你说这几个大国本身他心里都有事啊 然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总理 这个杜鲁道呢 他也曾经讲说 他说他根本不喜欢当总理 这个位这个位置 这工作啊 其实很糟糕 他就不想想辞掉 不想做啊 那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点心事的时候呢 这个虽然抢言欢笑百是造了一个团体招 但是这次这次的会 其实我觉得力度不大了 你如果真的要看他政治的效果的话 你要等他选完啊 新当家的是谁啊 下一次可能新的总统啊 这个首相啊上来 然后异性风发的时候 那次那个才会比较当真呢 那这次呢就表示西方的 其他工业国的一个团结嘛 就是表示起码还是说 我们还是支持这个乌克兰 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子了 是好 老师你刚刚提到这个苏纳克 英国的7月4号 可能接下来有一个大选 可是这两天才刚刚 昨天才刚结束的这个选举 好像工党真的势如破竹 就是势如破竹啊 因为他这个所有的这个选举呢 或者他这个民调的看得出来 因为保守党因为执政太久了 太久了 然后然后内部的状况也蛮多的 那人们就想就想求变 求变的情况下 英国的政局就一般来讲 就就准备要变了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看的 这个新的一个状况 是好 刚刚老师也提到了 这个泽伦斯基 就是乌克兰的总统 也参加了这一次的高峰会 正好啊 乌克兰有一个和平峰会 老师我也想请您来帮我们介绍 这个和平峰会在什么地方举行 同时呢 对于未来的俄乌战争的结束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 那么这个和平峰会呢 峰会在奥尔培斯三 在瑞士的留声而举行 预先呢 那么超过90个国家参加 参加呢 当然这个 你晓得就外交上啊 一则你说这个战争 二则就是 泽伦斯基表示我发动这个外交的攻势 不只是大家联合起来 你们这种武器给我 比如说外交上必须展现了联合的攻势 联合的攻势呢 泽伦斯基表示那么希望呢 呃 这一次他当然他希望是动员到所谓全球南方国家 啊 全球南方国家能够支持他 因为呃 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俄乌战争一爆发以后呢 美国的或者欧洲的观点呢 就是全球分的两块 你就是支持俄罗斯的或者你踩俄罗斯的啊 那这个印度什么时候不是啊 世界不是这样看的啊 那我们还有全球南方国家 我们关心的是环保啦 疫情啦 债务啦 啊这问题 你的恶物问题 恶物问题 战争的固然是很重要 但是你不要以为说全世界就你们那个问题啊 我们的问题你也要注意到啊 所以这南方国家的想法跟所谓有钱的北方国家 也并不见得是同步啊 那泽伦斯基说希望找这些国家一起的动员支持支持 支持呃 呃 可是问题是什么呢 这次这个会议的性质有问题 嗯 性质就是大家都找来就呃 等于为泽伦斯基的十点和平方案去背书嘛 嗯 就是去支持他 所以他可是呢 呃 没有请俄罗斯啊 那你一个和平方案没有呃 和平的会议假如要坐下来谈和平的话 那另外当事国你不找来那不是就觉得很奇怪吗 就算你达成协议那边那个不来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呢 嗯 俄罗斯没被邀请 嗯 俄罗斯没被邀请 那中国大陆讲说那俄罗斯没被邀请 那我也不去了 啊 啊 那中国也不去俄罗斯也不去 那那个会议就是一边倒的会议啊 一边倒会议那所以这些呃 所谓全球南方的国家就说那这样子我们就不怎么有意愿来参了 所以我们刚看莫迪莫迪他就他就参加了G7的会议后 他就回家了 他也没有去他也他也没有接着去去去去瑞士留生啊 然后这个巴西呢他说我只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啊 印尼啦墨西哥啊沙特啦呃就沙吾地啊南非啊都没有签联合公报 嗯 好啊 on or 嗯 嗯嗯嗯 嗯哟 虽然这次联合公报的文字呢呢为了吸引这些南方国家呢呃 他们稍微做了一点修饰啊就讲到是战争啊 但没有讲侵略啊呃也算是这样也让了蛮大一步了啊 但是还讲的是站战争 你想俄罗斯从头到尾都不认为那是战争啊 那那个中国大陆呢呃呃5月5月23号的时候王毅 meantime 當時跟巴西的外長說發表中巴 關於解決烏克蘭問題的一個六點公式 那公式它上面講的叫做烏克蘭衝突 那麼俄羅斯叫特別軍事行動 中國說衝突或者危機 但是就不用戰爭 那這次這個會議這個聯合公報寫戰爭 但是把侵略糧子拿掉了 可是這些國家 南方國家覺得 我這些獨立性的外交 我還是不簽 還是不簽 所以就沒有什麼一個聯合公報 而且這次開完以後沒有什麼結果 那下一次本來講好是沙特 就沙烏地阿拉伯應該要輪他 沙烏地就沒有積極的反應說我來 所以就表示沒有明確的承諾 但是西方是展現支持沒有錯 因為起碼俄羅斯是這樣 俄羅斯說看到這種情況 那俄羅斯馬上講說要開會 俄羅斯說我也提出一個和平方法 俄羅斯就講就在會議前講說你兩點嘛 一個就是烏克蘭你說你不在 你放棄加入北約 然後第二呢 我已經兼併的這四個省你給我 我馬上就成併 那現在講說第一個你是侵略的 第二呢你那四個省 坦白講你又不是全部都佔領 有些還在烏克蘭手裡啊 就是有些部分你號稱你兼併是個 你就要全拿 有些東西你並沒有實際佔領 你看我你沒有實際佔領的也拱手讓你 那怎麼幹呢 烏克蘭不幹 歐洲也不行 美國也不支持 就是說這簡直是投降嘛 不幹 所以呢 如果就這點來講的話 那子倫斯基算是小小成功 大家都幫他擋住了俄羅斯的方案 但是你說那這次的會議 對於戰爭之後 照理說和平會議對戰爭之後 這個烏克蘭怎麼重建 什麼應該有點想法吧 結果沒有 沒有後來只講的很具體 很具體的小東西 比如說烏克蘭是取得核電廠啊 亞素海出口啊 這種很很小的這些這些事啊 那你大家講說你起碼和平會議要談到 烏克蘭如果真的加入北約 是不是具體的日程啊 那雙方怎麼撤軍啊 撤軍的具體的計劃都沒談到 所以是一個空的一個會議 很熱鬧 但是都是鞭炮 放完以後大家就各自回家了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結果 嗯哇這樣子看來這真的 那可能也沒有下一次了 會不會 好像不曉得 不曉得 因為現在其實是看第二次了 這中間好多已經沒開了 本來就談到這個和平峰會啊 他們就講很多人講說 那如果戰爭要結束 結束是不是要談到重建啊 那重建那烏克蘭怎麼重建 怎麼來 本來是應該從這方面來講吧 講半天也沒談到這些具體的東西 因為戰爭你俄羅斯沒來 那怎麼撤軍 對 就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誰贏誰輸 到底拿到都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所以那個會就開的 所以莫迪就是乾脆就不參了 那很多人就 我剛講巴西 巴西說我做觀察員就可以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你不要把我算成一個參與者 所以就沒什麼聯合公報 我也不參 大家異形藍山 你不是玩真的吧 你只是幫他做宣傳而已嘛 那我們就不來 那西方說我用的方法 我就表示我們挺這個 這個 烏克蘭沒問題 但是比較大的一個問題是 歐盟裡面下一次的輪子主席是匈牙利 匈牙利是支持俄羅斯的 所以歐盟的支持會不會受到影響 這其實也是我們繼續觀察的一個重點 是 好 各位聽眾今天早上置評為您連線訪問 東吳大學政治系劉碧蓉教授 我們先請劉老師就兩個重要的峰會 一個就是G7 另外一個就是烏克蘭的和平峰會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現時間是早上七點十九分五十二秒 我們先進一段台湖 請老師休息一下 台湖之後馬上回到節目的現場來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聽的節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時間早上七點二十分二十七秒了 今天我們在節目中連線訪問 東吳大學政治系劉碧蓉教授 我們請劉老師為我們解說重要的新聞外電 老師剛剛我們提到G7跟烏克蘭的峰會 那麼現在我們來看一看 最近貿易戰關税戰 可以說是打得非常震天尬想 老師我想請教你 我們看到歐盟對中國的汽車 課徵個關税 然後中國也反擊 這當中這段來來往往 我請老師為我們來解說一下 對 所以我們就看到電動車 中國大陸電動車做得非常好 而且量也很多 很多人賣到世界各地 所以各地就影響到別的國家 就講說你這個叫做傾銷 中國大陸當然不斷講說沒有 沒有傾銷 你看你不能 比如說美國說中國傾銷 中國說我那傾銷 我賣到那邊才多少 所以好了 現在就看這個問題 這問題在上禮拜三的時候 6月12號的時候 歐盟通知中國的汽車製造商 7月1號開始 要對中國的電動車增稅 增稅要增到38.1% 那最高的可以到48% 那就是說因為公司不一樣 我在調查的時候 你合作不合作 配合的程度不一樣 那我可能要徵稅 徵稅的這個百分比不一樣 那因為根據調查 就2009年到2021年 中國國家的資助電動車的這個金額 累積到125個Billion 那麼1250億 1250億 那就是說你中國車為什麼比較便宜 那因為你國家投入的125個Billion 125個Billion你便宜 那便宜那就是你 你就是傾銷不公平的貿易 為什麼 可是你想看歐盟增加的這個東西 到最多48% 可是上個月 美國對中國的進口稅 增加了100% 就是從15%增加100% 歐盟最多你說就將近50% 沒有美國這麼凶了 那中國大陸這邊講說 那這樣子那到底要不要引爆貿易戰呢 這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美國跟中國在打貿易戰的時候 中國大陸對抗美國的一個方法就是 那我要倡導開放嘛 我要用全球化來對抗美國的關稅壁壘 所以中國要強調開放的自由貿易 那你跟歐盟如果要打死貿易戰那怎麼辦呢 那可是中國也不能就呆坐在那 所以中國大陸後來上禮拜又宣布 他說要對歐盟進來的豬肉 還是豬肉這個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 反正調查 那中國大陸買肉最多在哪裡 西班牙 荷蘭 丹麥 那就是看你們賣到這個肉啊 肉的產品賣到中國是不是傾銷 有意思的是不是馬上征稅 那是調查 調查是什麼意思呢 一年 所以說6月17號宣布 所以到明年6月17號結束 必要的時候可以延長6個月 那就是說我表達不滿 但是貿易戰並沒有馬上引爆 就留一點外交可以回旋空間了 那麼於是很多人就在講了 好 如果中國要禁止歐盟的肉 西班牙 你說荷蘭 丹麥 當然手當其衝了 他們的經濟受影響了 如果它禁止肉 那它哪裡買肉呢 中國人基本上吃肉的 吃豬肉的 主食是豬肉 你們哪裡來 南美 美國 俄國 所以南美 美國 俄國的肉身 如果真的中國跟歐盟打起豬肉的戰爭以後 南美的 美國的 俄國的 人賣肉的就趕快來填補 來填補這個中間空缺 所以他們現在也磨拳擦掌了 那看來怎麼打 其實這個貿易戰 就現在很多美國跟歐盟也有 那在中國跟美國根本都有 所以現在每個人就是看看 就是我們看最後呈現出來結果 是一場什麼樣的貿易戰 到底打什麼東西 那它會對經濟有什麼影響 比如說你看西方的 中國叫電動車 你的電池 太陽能板等等 但是很多都跟環保有關 所以跟進到中國的什麼環保有關 可是中國進的是跟名聲有關 那其實兩個是 一個是綠色經濟 一個就是一般的名聲的東西 好了 那如果說真的 這個中國電動車消不了美國 消不了歐洲 那中國電動車往哪跑呢 中國電動車就往東南亞跑了 所以你看中國就往東南亞跑 那如果東南亞的國家還撐起好 那我跟中國合作 那麼印尼什麼樣的合作 變成電動車的一個中心 往東南亞跑 那日本呢前一陣子就說 那我也要往東南亞跑 因為韓國中國都往東南亞跑 日本也往東南亞跑 而日本也說也跟東南亞共同 研究2030年前要有一個 共同電動車的一個策略 所以你就看車往哪跑 經濟關係是怎麼去結盟 那就是另外一個國際經濟情勢的 一個全球地圖的一個格局 老师這樣子分析就覺得有趣了 原本以為只是雙方的關稅大戰也好 或者是這個貿易大戰也好 可是沒有想到說 這個去不了某些地方 但是去了別的地方 卻又形成了另外一個外交的 應該說是一些潮流的影響 這個影響了這些這個潮流的走向 這非常有意思啊 各位聽眾 各位聽眾 今天早上置評為您連線訪問 東吳大學政治系劉碧榮教授 我們請劉老師呢 分別就G7的高峰會 還有烏克蘭和平峰會 以及中歐關係啊 就進行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分析 也謝謝老師跟我們的分享 老師辛苦您了 那裡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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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太晚 正吃著什麼樣的早餐 吐司加過推膽 要一口然後收聽中央廣播電台 早安 爆麻仔 好的 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來看看其他重要的新聞 今天這一則新聞其實也出現在三家平面媒體的頭版上面 就是美國的對台軍售啊 非常有意思 美國加速軍售項目的交貨 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 他在18號宣布售給台灣彈簧刀300型 以及Altius 600MV 兩款自殺式的這個攻擊無人機系統 合計呢千枚的這個滯空攻擊彈藥 總共啊售價的金額是這個3.6億美元 這大概是新台幣116.65億元 那麼這也是美國總 美國在這個6月份宣布的第二筆的軍售 也是拜登任內的第15度對台軍售 我想這個消息也是大家非常重視的 不然不會同時出現在三個平面媒體上面的頭版 這個位置 另外我們來看看這個黃仁勳的這個這個熱潮啊 其實到現在為止還是余波蕩漾 他的這個公司叫輝達啊 NVIDIA這個股票這個最近真的是昨天又上漲到3.51% 那市值已經達到這個3.34兆的美元 那正式取代了微軟成為全世界市值最 對不起最高的這個國家啊 那麼在AI狂潮拉動之下 呃台積電台台北股市呃台積電還有聯發科 昨天也分別呃 以高價來做收啊 創下了新的天價 那台股狂漲了500點呃 中場收在23209點刷新了收盤的新高價 這也是呃呃呃 我相信昨天在股市裡面很多很多股民覺得很振奮的消息啊 啊 好今天今天節目也差不多接近尾聲了呃 呃製品歡迎各位聽眾可以上到央廣的官網來 瀏覽新聞呃或者是隨時呃這個上到央廣的這個官網 為我們早安台灣來按個讚好嗎 謝謝您謝謝您今天節目就到這邊也謝謝您的收聽 咱們就明天再會咯 好